现在我们要跟大家介绍整个转运的过程 那我先把转运是什么 先很快的先介绍一下 其实转运就是TRNA上面的补密码 或叫反密码子 跟NRNA上的密码子做配对 配对好了 密码子是不是就对应相对应的补密码 而补密码上面的TRNA 就会带着相对应的氨基酸 所以密码子就会对应相对应的氨基酸 而这个配对过程发生在核糖体上 TRNA上反密码子跟ARNA上的密码子 配对发生在核糖体上 这个过程就是转运 那其中这个密码子里面 AUG代表起始密码子也是甲硫胺酸 而UA,UAG,UGA代表中子密码子 那等一下要开始转运的时候 会先形成一个构造叫转运起始复合体 代表你这个复合体开始要转运了 那后面的文字我们等一下看图再说 我们来看看转运如何发生 首先,先看这边的主角 MRA,它的五端在这 三端在这,检查一下 五端的第一个核甘酸是G 哦,这不就是所谓的5'cap 五端帽 而且这个G更好是写成小MG 甲基化的鸟笨飘鸟核甘酸 G,加同了 看三端吧 有好多A哦 所以三端尾也加了 5'cap 3'polyateo搞定了 肚子呢,也瘦身过了 内叉子都剥掉了 好了,所以这条MRA是成熟的MRA 成熟的MRA才可以离开细胞核 到细胞质 好,它就到细胞质 到细胞质之后呢 核糖体的大吃单位跟小吃单位 就会看到MRA的五端头 五端头是帽子嘛 指标方向 这大小吃单位就会夹住MRA的头 夹头不是夹尾 所以为什么五端要夹帽 指标方向 好,夹住了 现在各位看到这样子的结构 大吃单位跟小吃单位 把MRA夹在里面 这个结构就叫 转异起始复合体 准备进行转异 好,就是前面那页所说的 转异起始复合体 好,接下来呢 我们的这个核糖体就开始从五端往三端 开始读上面的编码 好,开始读了 我们就模拟核糖体 GAUCGAUG 重点 AUG代表起始 哦,看到AUG 赶快框起来 从这里开始 所以它会把AUG对准它的P位 因为反正三个位置现在都没人做 把AUG对准P位 这时候呢 第一个TRMA来了 这个TRMA它的补密码 会叫反密码子 从三端读到五端 会是UAC 刚好跟你的AUG配对 你是第一个来的TRMA 有特权 可以做在中间的P位 大位 对上去之后 AU配A A配UC配G 对好了 好,一样这边是三端 这边是五端 好,对好之后呢 A位也空出来啊 A位下面就是第二组密码子 UCC 好,你对应到的这个 反密码子不就应该是AGG 刚好是二号 好,上来 好,这靠近之后呢 一号暗逆酸 二号暗逆酸 靠好近哦 我们就把它催化一下 把它形成钛件 钛件形成过程是这样子 当这边一形成钛件 这边就会断掉 所以一号会脱离下面的TRMA 像这样脱离 脱离好之后呢 你这个TRMA没东西啦 而你这个TRMA是不是带了双钛 带着钛的应该要做P位吧 做错了吧 好,我的核档体就向右移一格 让你这个携带双钛的TRMA 坐在P位 而原来那个TRMA没有头啦 坐在E位 A位空出来 干嘛 准备迎接下一个密码子 密码子是GCU 下一个摆密码子是CGA 刚好配对 好,各位你看下面这个动作 第三个进来的瞬间 第一个就要离开 因为一个核档体上 最多只能载两个TRMA 所以 你下来就有人滚蛋 所以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啊 这一个TRMA坐在E位 叫做滚蛋预备位 我随时要走 你只要后面有人来 我就走 不错,这位置不错 滚蛋预备位 好,我就滚了 下去了 好,A位就接过来 下面的动作就跟我们刚刚讲的一样 两个安装靠近哦 行程太监 然后这边打断 打断之后 你这个TRMA 攜带着是三太 各位我发现一个大准则 永远把行程的太 丢给刚进来的TRMA 这跟人生很像 重担都交给菜鸟做 老鸟就到滚蛋预备位等着退休 反应十四 所以A位就过来 你怎么做A位 你不是多三太吗 太要放在P位嘛 所以这时候你的核档体又向前一格 让这个TRMA坐在P位 好,后面就同理可证 不过现在出现个怪事 下一个密码只是AUG耶 所以这时候来的这个反密码子是UAC接上来 所以你看到的氨基酸 为什么是一号 为什么跟第一个一样 当然咯 密码子AUG 密码子AUG 是不是一样的密码子 一样的密码子 对应的一样的氨基酸 而且这个氨基酸就是甲硫氨酸 MET 好,为什么要故意用这个例子呢 AUG只有第一个 代表起始密码子 第二个呢 只是甲硫氨酸而已 只有第一个起始叫起始 没有第二个起始的 就像赛跑一样 砰,跑 砰,又变一声 重新开始吗 没有 你就当第二枪不重要 因为开始只能一次 先开始的就比较开始 后开始的不是开始 开始只有一个 真相只有一个 好吗 所以这个AUG变得很普通了 它只是甲硫氨酸的密码子 不代表起始了 好,所以这边配合一号 好,继续往后 下一个密码子UCC 为什么来的这个是二号啊 怎么跟着一样 当然哦 一样的密码子 对一样的氨基酸 好,各位 所以后面的动作就一样了 接上来 行人太监脱落 把重贷交给新人 然后移动 向来 行人太监脱落 交给新人 新人现在已经是秘书了 不要了 不要再说他了 好,最后呢 下面这个密码子 不是一般的密码子 是中子密码子 UAA或UGA或UAG 这时候这个A位 不会有TRA上来了 上来的人是一种蛋白质 叫释放因子 顾名思义 它让大家释放 我解除了各位的工作 就是大次单位掉下来 小次单位掉下来 TRA掉出来 多态链掉下来 如果有英文讲就是 dismiss 解散 结束 所以遇到中子密码子 就有释放因子 解散了大家 好,这时候你做出来这个东西 就是你的产品多态链 那这个大次单位 小次单位 可不可以回去 重新夹住他的头 重新形成 转移其实复合体 当然可以 就不断地进行 不断地进行 你就可以扯了好多好多的 那个蛋白质 氨基酸 那个多态链 好,做完之后呢 出现一个事情了 我们在读的时候 就是五端 往三端读 你所做出来的 多态链 也有方向性 N端就是头 先做出来 N端为头 C端为尾 尾巴的尾 那我们下一个影片会解释 为什么那边叫头 为什么那边叫N端 为什么尾巴叫C端 等一下会解释 不过你可以看到 五端 五胖端的NRNA 这个密码子 对应这个 第二个密码子 对应这个 你看相对应的 所以五端读到三端 NRNA五端读到三端 你就会得到 多态链 N端读到C端 刚好是match的 所以你看到说 基因的模板骨 转露出NRNA NRNA通过反密码子的配对 产生了多态链的序列 它们之间都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只要任何给你一个 一段 不论是反密码子 还是密码子 还是模板骨 还是核甘酸链 还是那个多态链的方向 你就要反推其他物质的方向性 所以在描述转入转译 或是DNA复制的时候 方向很重要 以上是我们整个转译的过程